你正在准备国家考试吗? 你有告诉你的朋友吗? 今天就来跟你分享 不要告诉别人你在准备国考 我这边会讲六个点跟两个建议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 没有帮助 你告诉你的朋友之后 会得到任何的帮助吗? 不会有的 你会因此多考一分吗? 不会的 会因此同学都说你好棒 然后再也不找你一起出去玩 等你考完再说吗? 有这样的人但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有嫉妒 这个嫉妒的事情是非常奇怪跟微妙的 什么说呢? 我说给你听 当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候 为什么只会有嫉妒呢? 那是因为你敢梦想一个 他们不敢梦想的事情 也就是可能他想过要考国家考试 但他从来没有付诸行动过 而你付诸了行动 跨出他不敢跨越那一条红沟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其实内心是不平衡的 所以他对你产生了嫉妒 嫉妒之后呢 就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没有祝福 大家所讲的都是那么的粗浅 那么的敷衍 那祝你赶快考上啊 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内心到底想什么你不知道 那你会不会想 这会不会太险恶了呢? 如果你不想要背负这种无意义的负担跟情绪 我还是拉回去那句话 多说无意义 真的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你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只会怎么样呢? 只会增加压力 有些同学很奇怪 他听到你要考国家考试之后 他会跟你说 蛤?你可以准备国家考试 那我也来去考 就很酸 那也有一些人呢 等你放榜的时候就会问你说 是考上了吗? 你考上了没有? 那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压力很沉重 怎么又没考上 然后还帮你查榜单什么的 你不只是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啊?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就会又来问候你 嘿嘿某某某 考得怎么样啊? 最近考不好啊? 哦怎么还在考试啊? 啊你不考啦 就是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一些对话 对不对? 那你说难道我就要准备国家考试 不跟全世界讲吗? 就全部隐瞒 然后自己偷偷去准备吗? 那倒也不是 我建议你只告诉你的家人就好了 那你说同事呢? 老板呢? 不要告诉他 为什么? 你一旦告诉你的公司的同事 或告诉你的老板 他们只会觉得 你工作没有做好 就是因为你在准备国家考试 你都在偷懒 可是反过来讲 家人呢 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依靠 而且你在准备考试 家人必须要知道 他才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你 不要吵到你 或者给予你必要的支持 那么最后呢 我什么时候可以讲 等到你考上的时候 再告诉所有的人 因为当你考上了 你怎么说呢? 人家都会对你是佩服的 就算他内心觉得困惑疑惑 他仍然在嘴巴上要讲说 你很厉害 而且一窝蜂的朋友都来问你说 你怎么准备的? 你怎么考上? 可不可以教教我? 那你就说 偶尔没有什么准备啦 其实我每天就回到家 都在看电视打电动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呢? 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按一个赞 如果你有问题 想要找叶楼做进一步的学习 也可以参看这一个表格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见